大家好 现在在我身边的这一个就是 刚刚发布的 HONDA BR-V 小改款车型 这个小改款车型在这个外观啊 配备上面都做了一点点的调整 所以今天的影片我们就带大家去看一下 这个 BR-V 小改款 改变的地方在哪里 在小改款之前的 BR-V 其实我个人觉得它是已经非常帅了啦 只是少了一点阳刚的气息 在这个小改款的车型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改变幅度比较大 包括这个新的前保险杆 新的雾灯做设计还有这个新的Funk Grill 尤其是这个Funk Grill啊 它采用这个镀铬材质变得非常的粗 然后面积很大 这样的改变让它变起来很man 我看了觉得它总算有一点这个SUV的感觉了 另外呢它在这个下面 它也采用了这个很多的防刮材质啊 其实它这个车的离地高度是非常高的 要应付一些比较 崎岖的路面啊是没有问题的 而这个防刮材质也给了很好的保护层面 所以你不需要担心你的车底被刮发什么 因为有这个防刮材质的存在 这个头灯组啊是我个人最喜欢BR-V 的一个细节 因为它整个设计非常的精致 它还内建了这个Projector 虽然说它的灯源还是露宿灯泡 另外你可以看到下方啊有这个LED的那个光条 这个是它的日间行车灯 这样的设计是这个HONTA的家族遗传 你可以在City啊 Civit啊 Accord 甚至是CRE 上面看到这样的设计 让它具有很好的辨识度 另外这个头灯组还有自动开启的功能 在夜晚的时候你只要调到auto 它就会自动开启 尤其在亮度不足够的时候 它保障了你的行车安全 轮泉方面呢 虽然这个尺寸还是维持一样 但是它换了一个全新的设计 这个新的设计看起来非常的厚重啊 也非常适合这个BR-V整体营造的这个气氛 看起来其实蛮运动化的 在车尾方面新增加了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 很多人要的鲨鱼旗天线 除此之外啊它整个车尾的设计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同样的主要的改变还是在这个 后面的这个保险杆 可是不得不承认啊就是这个新的保险杆设计啊 让它变得真的是 粗犷了很多 MAN 了很多 我个人是很喜欢这个 BR-V整体带来的设计氛围啊 另外呢这个车尾方面 它的这个开启非常的方便 因为它有这个电磁发的开关 按一下就可以打开了 空间方面呢一直是Honda不需要人担心的地方 像这个以家庭取向的BR-V啊 它的这个空间应用上面就非常的灵活 它的第二排 椅子呢支援这个64分离椅背倾倒 至于第三排则是55分离 在这个第三排椅背还没有倾倒的情况下 它有233公升的这个置物空间 所以在这个第三排椅背倾倒过后啊 它就变成了539 所以你要放置大体积的物品啊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BR-V的内装基本设计啊 和这个小盖宽之前是一样的 只是它们在细节上面做出来改变 例如第一点就是这个PUSH START 还有这个KILLER是全车系的标准配备 以前啊只有这个 B-SPEC有 E-SPEC是没有的 再来呢就是这个皮革它采用了这个红黑混搭的设计 然后这个排档杆也有了红色的车风线 看起来比较有层次感一些 再来就是这个触屏主机 原本的触屏主机是6.8寸 现在呢换上了一个全新7寸的设计 它的空调也支援了自动空调 这些都是以前没有的 最后呢就是这个 V版本 它有换挡波片哦 所以如果你平常开车的时候啊 你想要更好的动力或者是比较想有驾驶的去一点 你还是可以使用这个换挡波片来进行这个挡位控制的 另外一点啊就是这个BRV的置物空间其实是相当的充足的 它不只是这个两边的门板有这个置物空间啊 然后这边也有这个两个自杯架 然后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让你放电话啊 放皮包啊等等 然后在这一个 驾驶座这边还有一个空格可以让你放钥匙 非常的方便 在右侧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大灯的高度调节 还有这个VSA的partum 代表这辆车是有VSA的 另外呢这款车的安全配备其实跟小改款前比起来没有升级 它依旧还是两个气囊还有VSA 属于比较基本的范围 这BRV的第二排座椅啊它的空间表现其实非常的大 而且它的空间应用很灵活 它支援着一个 前后滑衣的这个座椅 然后它的椅背还能够做调整 所以其实这一台车的这个 乘坐舒适度上面还是不差的 另外呢 骑人坐车型还有一点最担心的就是这个Aircon吹不到后座 所以它在上方这边有这个独立的冷气出风口 而且你还可以调整风量 一家人出门的时候你根本都不需要担心 背后的这个乘客吹不到冷气 因为这个BRV是Design for 家庭用的 所以它这个尾门的开启角度非常大 可以方便这个乘客上下车 另外呢我们找来了一位小姐姐帮我们示范一下 这个 第二排的座椅如何倒屏 好的 这个要上最后一排是非常容易的 所以只是一个One Touch 这样子就可以开了 就可以上后面了 然后呢我们要把它收起来也非常的容易 啊OK这辆车呢不管呢老人呢还是小孩呢都很容易的上 然后当你上去呢你也不会顶到这个头这一边 然后还有我们这边的位置脚的位置也是很狂 然后你还可以再adjust那个位置 其实BRV是一台相当使用的7人座车型 它的空间运用非常的灵活 不管你是要载人还是载物 它都可以满足你大部分的空间需求 至于在引擎方面 它的1.5自然进气引擎是同级最强的 它拥有120PS 如果你是 在市区驾驶的话它可以让你感觉得非常轻盈 就算是你在高速公路行之 只要是合理的速度它还是可以应付之如的 所以这台车并没有太多明显的短板 如果你是以家庭为主的话我是相当推荐这款车的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喜欢这次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关注哦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拜拜 这期视频中的频道 再见